老师鸿海再度在美国德州设厂 这次是不是站稳脚跟不用怕川普关税了呢 事实上完全不用怕 因为它是全球布局 快速可以调整它的生产基地哦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方云 让我们欢迎轮源头股王全盛分析师 老师好 大家好 老师鸿海斥资实意在美国德州 扩大经营AI伺服器的产线哦 那现在究竟会造成什么影响哪些集团股 也值得我们留意呢 好啊 那鸿海的话 昨天当晚是不是发一个重讯了 要发了十亿块 在德州扩厂嘛 但是大家想一下 它在威斯康町州也是有厂的 而在俄州也有厂哦 所以事实上 它只要把美国的产能再扩大 它完全不怕川普的关税嘛 但是详细的话 我们待会再来讲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元指数的部分 这边老师右边的部分 是有一个三角形 就是9月18号连准会降息两码 那10月份是不是又在降息一码 但是你看美元指数 照理来讲应该要往下走了 结果它逆势在往上 对不对 一路走高 因为川普美元至上 对 它美国主义啦 对不对 所以美元就去往上 那美元指数往上冲的话 代表美金的购买力增加了 那现在大家是不是预期啊 关税如果明年啊川普上台之后 关税要增加的话 是不是现在就是一个好的财买季节 哦是吗 赶快买进来囤货嘛 嗯 因为你之后的后再买进来的话是加关税的 所以你成本会比较高 所以现在赶快买啊 而且你现在刚好美元购买力又是比较高的 是不是一举两的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啊最重要的是什么 川普关税大刀砍过来对不对 对 不只是中国而已啊 他的好朋友 加拿大墨西哥一样重伤对不对 而且加拿大墨西哥部分还25% 但是大家别忘了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加拿大墨西哥都有的 不是说他一讲 就可以用行政秘密给他刻下去了 他就违法了嘛对不对 所以他必须要先修法 那这样子的话时间是不是拖长了 那拖长的话你想一下 台湾的部分啊台厂最重要的是什么 生产的弹性非常大嘛 所以特别是对于这些全球布局的产业的部分 完全不会害怕的 我们来看一下 全球啊最大的云端服务公司啊 大家来看一下 阿马隆的部分啊大家可以看啊 他是不是很强 他除了在美国 你看美国的部分只是占了其中一部分而已 并不是全部啊 而且这些云端啊资料中心的部分的话 在美国有没错 但是啊全球其他地区是不是更多 特别是在台湾也有嘛对不对 那你就想一下嘛 AI伺服器如果要出口的话 要出到哪里 是全部进到美国吗 当然不是嘛对不对 那所以啊你就可以直接出口到其他地方 譬如说欧洲啊对不对 台湾这些直接组装就好 甚至于沙地阿拉伯嘛对不对 那接下来这是Google的 Google的大家也可以看 是只有在美国有吗 美国是不是也是占了其中一部分而已 并不是全部嘛 所以你来看嘛 AI伺服器啊 美国关税给你磕高了 但是啊你不一定所有的伺服器 全部要进到美国嘛 你其他的地方就由其他地方出产就好 那你生产成本低你就去动就好了吧 那美国如果关税提高的话 你想一下 如果在美国的生产成本加25%的关税来讲 那如果美国生产成本高于25% 你当然还是选择在其他地区生产嘛 因为对你还是有利的吧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2317的红海部分的话 是不是全球布局 全世界到处都有生产据点 刚刚已经讲了 美国现在就有三个据点了嘛 那墨西哥也有嘛 那我们来看啊 这一波红海因为利空打下来 对不对 今天测到什么 季线 反而是你要进场的好机会 而且之前老师一直跟大家讲 红海、广达、技嘉 这段时间都一直在募资嘛 那最重要的是干嘛 要买NVIDIA的晶片 他买了晶片之后 未来代工 是不是产量就最大 那产量越大的话 获利是不是就越高 那明年GP200大量出货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他们的天下了 好接下来我们看 红海他AI伺服器 真的成长非常快 去年占他整体的伺服器 是只有三成而已 那今年第一季已经来到了四成了 第二季超过四成 那明年预计要超过五成以上 所以后面的获利是不是就会跟上来 而且他客户的完整的覆盖路的话 绝对是最高的 你想想 红海在全球这么多的生产基地 而且他有八座灯塔工厂 几乎用的非常少的人工 所以能够快速的去转变 应对川普这一次的关税大棒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 集团向下的有哪些股票 最近也要特别注意 因为作帐行情正在展开 我们来看6668的中阳光的部分 他做镜头的部分 而且他也有电机器人概念股 红海集团 今天股价创高来多少 53.9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那营业收入的部分我们看一下 10月份0.73亿 成长27% 那第三季的部分 虽然还是小亏 但是他亏损的部分 已经开始在收敛 而且去年是亏多少 3.24块 也是在收敛 所以他越来越好了 那另外一档的部分的话 3712的永威投控的部分 做能源相关服务的 我们可以看到 他10月份营收大成长 40亿成长了一倍 那第三季你看一下 才53亿了 10月份是不是即将要追过去了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EPS的部分 每一季都在成长 那今天股价准备要挑战前颇高点 76.5了 大家特别留意 好 感谢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 如果你有没有错过最及时的资讯 就一定要加入老师的LINE跟Tilin 那财经急诊室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至根本 在德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你才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